主料,鸡蛋,鸩唇蛋,辅料,白酒少量,冰糖或者白糖,老抽,酱油,第一步,把鸡蛋和鸩唇蛋煮到汤心,然后捞出包皮,第二步,是先从超市买的卤蛋调料包,就是里边有一小包,一小包的那种,用了两小包,先放入开水中煮了一会,然后一次向里边加入白糖,盐,老抽,酱油, 白酒,酱油放的量要多一点点,然后开小火慢慢熬,刚煮到颜色差不多时,放入包好的白蛋,一就是小火煮十分钟,然后关火,泡着,泡两个小时之后,再开小火煮十分钟,然后再关火泡着,途中鸡蛋是事先泡了三个小时的,而鸩唇蛋泡的时间要短,所以颜色不是很深,由于泡完了还没等照相, 就被吃光了,所以只能用这一张照片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